梦见去吃年夜饭 然后和两个帅哥一起去吃的 然后在一个大桌子上面 就很想和那两个人坐在一起嘛 最开始先跟一个人坐 后来又跟另外一个人坐在一起 然后就进来了一个很怪的女人 就一定要坐在我和其中一个人的中间 就让我觉得有点不高兴 她先坐了一会儿以后 后来就说要换位置要换位置 然后她因为坐在我跟其中一个人的中间 我就换到和另外一个人坐 然后就一直吃吃吃 然后这个女的又说要换另外一个位置 然后就另外一个人去上厕所的时候 就坐在那个人的位置上面 然后我就火了 我就说这位置有人坐 你为什么还要坐在上面 然后她就说好吧好吧 那我就走了 然后她就完全离开了 然后我就非常生气 然后别的人也觉得这个人非常奇怪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做错吧 然后别的人也觉得我没有做错 就觉得这个人确实很奇怪 然后这个女的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 所以就到 就好像是我们就在外面 然后就看她一点一点一点走过一个墙 然后就跟很多很多人说 她的这些遭遇什么的 然后就到后来就是出现一个场景 就是在一个车上面 然后很多人 然后就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在打架干嘛的 然后就她的儿子留下来 然后她的这个儿子的爸爸被杀了 反正就很奇怪一个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场景是 我梦到我妈妈说 她要去一个很 很忧郁的地方 去看心理医生 然后就是要走进去 走很长很长的一个路 然后那个路旁 两边都是砖头的房子 走进去以后 然后再走到一个 砖头的房子里面 然后走出来的时候 两边都没有人 然后她就说 但是她说 忧郁也不会很长时间 就是有些时候会忧郁一下 但是要是有开心的时候 有开心的事的时候 就会开心起来 还有一个场景是 我们在一个学校外面 然后里面都是很多女学生 然后就里面有一些歹徒什么的 然后其中 有一个女学生 就是想要逃出来 然后还有些别的 有了没的 然后就这样 然后 杨茜茜茜池